而到台北市的大直区豪宅动不动就是上亿起跳 那么就是有建商看准了利益 在商业区跟娱乐区盖起了上亿豪宅大赚暴利 那么现在被平面杂志调查发现 建商通常啊就会端出来比周边便宜一个一瓶20到30万的价格 然后暗示你说买这边可以当住宅使用 而且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嘛 你还可以再施工变成住家 等到市政府去追查的时候呢 部分的建商已经落跑了只留下烂摊子给住户 在大直美丽华一带依法是属于商业和娱乐区 但是有许多的建商却偷偷盖成住宅来卖大赚暴利 从户外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些明明是商业区建案 外头阳台却挂着衣服显然都是当成住宅使用 但通常建商会暗示民众当成住宅用不会有人发现 交屋的时候还会要求住户要签窃书 表示知道只能够当作办公使用 简单来说今夜三路以东是娱乐区 以西是商业区 乐区二路以南是住宅区 但不少民众愿意买不合法的商业娱乐区 看上的就是便宜两个字 以价钱来讲每瓶都差了二三十万 那如果呢五十平以上的房子的话 这总价是超过了一千万 如果不明就里他就买下这样的房子 他会未来就会必须要多负担像这样的一个相关成本 而且不生其饶 目前台北市建管处开罚包含了 何康捷径 新瑞 丰哲 新瑞 月丰 新复发领袖 中泰 恒美等八个建案 开罚金近三千万元 商业区土地虽然一般而言比住宅居贵 但却有更多的容积率可以盖房子 一般性的住宅 如果是住宅用地的话 他在容积率的比例来讲 他可以最多盖到百分之四百 但是如果是商业用地的话 最多可以盖到百分之八百 违法工商业住宅遍及全台 调查发现尤其新北市最多 只是从2007年到2013年 政府也只开出18张总金额3855万元的广告部实罚单 与每岸动辄数十亿元的建案相较 发责比例实在过低 也让这样的现象层出不穷 更成为建商大赚暴力不法漏洞 记者是小沛 刘亮亨 台北报道